我現在就打算在這裏走進去甘寶雅 英文是Water Village 這間是小學來的 宗教小學 看到這裏有一個喉 藍色的 當地人說這裏是一個水管接駁去甘寶雅 前面這間就是當地的宗教小學 這隻船是專門收集這裏的垃圾 在這條河的垃圾 現在近距離看這間學校 都是有冷氣的設備 學校的入口 學校的入口 和學校的名字 走過來就是 學校的前面 也可以坐船進來 這個就是等碼頭的海海 在這裏坐著等 它的船呢 都是小船來的 所以這個水管 都可以坐著等 就通往裡面 供應給裡面的註教 收集一下便是 來到這個 那裏的核心 這裡也是有養雞 在馬來西亞的叫馬拉雞 有些魚已經磚頭了 不再是木頭 有個小孩在踏單車過來 一定要很平衡 如果不小心就會掉到河裡 這裡以前是用來捉魚的 但現在已經沒有用了 所以我們再走進去 有些還有冷氣 還有裝上玻璃鏡 有些已經荒廢沒有人住了 這個就是他們的雞尾錦波 即是村長 有個電話在 有些是用拔葉槍 那些山褲就這樣浪 但是他們 附近也有衛星系統 可以接收不同的電視台 這個就是通往另一個碼頭 除了這那些水道 對面也是有水道 如果這裡過對面的話 外快當然最快的是搭船 來到另一邊的碼頭 對面也有很多關係 但大致上也差不多一樣 碼頭也有好幾個地方 方便地在這裡上落 像前面的住宅區一樣 簡直可以停在住屋裡 像這間他自己有自己的船 出去就靠這個船 每間屋的設計都不一樣 像這個有很小的龍台 這間也是有自己的船 他們的柱頭也蠻防水 所以好像這間屋的屋主 他有船 他從這個門口走出來 再走這個很簡樓的樓梯下去 然後跨過去那邊 就搭船出去 而這裡呢 就在下面養了那些馬拉雞 所以這個雞是這個屋主養的 讓這個雞在這裡 就在這裡 就調節省位了 那些信菜都要很熟悉 這裡才可以派到信 還有寫電錶也是一樣的 而這個門仔呢 就是阻擋那些貓 又或者人進去 這樣一直走走到最尾端的地方 走到這裡就有分岔路口 再走上去 又有另一個碼頭 走這條橋 又接去不同的地方 這間屋的主人還擁有鳥 真的很幸福 在這裡走真的很小心 因為我又中了 你們貓屎 所以已經走到 另一邊的尾端了 又看到另一個貓屎 所以今天就到此為止 我能看好嗎 是的 我看到你 找到最新的地方 就回到最新的地方 這個地方 我們有枇端的地方